基本上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今天的範圍也許大概是這樣 先把101年先做出來 利用count if 然後結合這個開獎101 這個是定義名稱 然後除以他總共的號碼數量 然後把他的格式 記得就是改成分數 記得找到分母是100的 那因為他沒有10000 所以你可以利用自訂的方式 再補兩個0就可以了 那這邊其實順便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有某些格式 你找不到 那你其實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就好了 比如說分數他只有到100 分母部分只有一百為分母 那如果你想要10000的話 很簡單 只要自訂之後改兩個0就可以了 OK 一樣,以後如果你要更多你就自己加一下 然後你按確定他就自動幫你把這個格式套用 然後再來就是說向下填滿之後 如果你102也要的話就複製格式 然後再把它兩年的機率加在一起 當然因為我剛剛提到了沒有要算很細 比如說 如果你要很細的話是不是說你還要用統計學的其他的概念 比如說包含什麼標準差啦 變異數啦 或者是中位數啦 重數等等概念 也許再去統計一下 那會比較貼近說 將來你算出來的結果 中獎機率會更接近 如果更接近的話 相對的 就是說你花的 錢越少 可以 中更多的錢的話 那表示這個是值得投資的 如果不是的話 當然你怎麼買怎麼會 因為你會發現 好像樂後才一半的錢 其實基本上是 除了繳稅之外 好像還有那個 就是他的 中獎的金額 其實只是拿出 好像是不到一半 還是一半左右 才是可以獎金 所以等於是你買這個獎券 你花了多少 50塊 所以你可能得到了 只有25塊 他算起來 如果你這樣 應該是不划算 不過其實是買個希望 排名的話呢 當然就是RANK.EQ 那一樣 這個RANK.EQ基本上 就是他的 他的什麼呢 他的那個 合計結果 跟哪個範圍比 也就是哪個範圍 這個整個範圍 意思是說 他的 他的那個 合計結果跟整個比的話 他排在第幾名 的意思啦 OK 所以RANK.EQ 他主要是他 跟其他比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那等於是他 再跟其他 所以每個都跟 全部比完之後 那就算出排名 那理論上 這個O的 這個 參數 預設是沒有啦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表示說 如果你合計結果最高的是第一名 如果你 當然 假設你的 這個順序 假如要顛倒 比如說越低的 排名越高的話 顛倒的話 你可以在Oder的地方點一下 他會跟你講說 零貨省略 表示遞減 所以我們是 省略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遞減 意思說 核計的高 越來越低嘛 這叫遞減 可是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比如說越低的 他的排名越前面的話 那你就 輸入1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1的話 那排名剛好顛倒 就是機率最低的排前面 最高的 排後面 當然看到的結果就不是我們預計 所以這邊 你乾脆就補0 或者省略都可以啦 所以應該省略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啦 順便講一下 這 這幾個常用的 統計的函數 一定要知道一下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 那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是個範圍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名稱呢 當然也可以啊 比如說這個範圍叫什麼 這個範圍是 第2到第43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變成一個名稱的話 一樣嘛 你就是這個當名稱好了 Ctrl C 然後底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叫做合氣 Enter一下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將來 就是可以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按F3 直接叫合氣 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沒有問題的 OK所以 這個定義名稱的這種方式 我是覺得還蠻萬用的啦 那只是說看你個人習慣啦 如果你經常在使用那個範圍的話 我覺得 用定義名稱 他得到的公式 看起來會更親切 OK 而且比較不會 需要說 因為像剛剛前的那個符號 我發現同學已經有概念了 馬上反應 對要鎖 不然的話他會自動加一 如果你用定義名稱的話呢 這個問題 自然 就不會出現了 另外 還有一些優點 比如說你寫VBA的時候 那個程式 也會比較短 因為名稱就好了 好那今天 最後呢 我們還要再把它變成VBA 那VBA當然我希望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按下它清掉 一個按鈕就是再幫它恢復 大概就兩個啦 應該知道這怎麼 這寫的規則其實還蠻簡單的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先寫清除比較簡單 所以寫的方法是 1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2的話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這邊有模組 那我怎麼寫比較簡單呢 其實你可以先寫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For I 等於2到43 然後NAS 然後BCDE 總共有 四個欄位 所以這邊會有四行 那這樣就清掉了 那清掉之後你再Ctrl C 然後Ctrl V貼到底下 把清除兩個字拿掉 然後呢你就把什麼 把那個公式放過來 這個公式放到這裡 有沒有這個公式放這裡 一個羅貝爾坑嘛 這個呢 把它選起來 Ctrl C 取消一下 然後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來 貼上 那應該還記得吧 有一個地方一定會變的 你不知道的話你點這邊一下 這個要變3 這個要變4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 2改成i 還記得規則吧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空白 那就把2變成串一個i在中間 那所以 102OK的話呢 那102 直接拿這邊來改比較快一點 貼上去 這邊改2就好了 然後這邊這個的話一樣是合計嘛 把這個 Ctrl C 然後取消 切到這邊來貼上去 然後這個2跟這個2的話 一樣你就拿這邊 拿這邊來改比較快吧 因為剛剛是2改成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複製 把這個2蓋過去就可以了 然後甚至把這個2蓋過去就可以了 不過啦 這個貼上去 他多了 and and and沒有 所以你不去掉也沒關係 但是我看到我就覺得 i and沒有是什麼 那就沒有啊 所以這個是不用 所以and i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 最尾巴這個也是一樣 可以把這個 Ctrl C 然後取消一下 然後把它貼過來 那一樣嘛 2的部分 改成這個i就可以了 所以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2的上方 貼上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這個我們前面做的還蠻多的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這兩個按鈕呢 把它做出來 插入一個按鈕 然後呢 就直接執行看看 清除 有沒有 執行 這樣就OK了 好啦 那今天的範圍大概先做到這裡 那後面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說 因為你做完之後總要 挑出那個 中獎機率最高的 7個號碼 所以其實啦 我最後是希望 在F欄這邊多增加一個 叫做前7名 然後把那個 7個號碼有沒有 自動幫我把它 搬到這邊來 的一個VBA程式 OK 這樣怎麼寫 很困難 我試試看 如果寫得出來 表示你應該學會了 還蠻方便的 這樣很OK 因為 以後呢 我只要把那個號碼 直接抓列清單 那我就去買就好了嘛 不然我還要再看 那個 7名哪些 前7名 這個 把號碼 帶過去 然後把第2名 不過你用眼睛看就很累啊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功能寫完之後 那貢獻良多 所以以後如果你處理 像這個還42個號碼 如果未來你的資料是 4400萬好了 那你怎麼看 光找就已經找得累死了 所以如果假設程式寫完之後 這件事情就輕鬆愉快了 以後如果人家問你什麼 你馬上要跟他講 什麼啦 馬上就有答案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那個 今天的 部分 先做完好了 OK 試試看 我們下一次 再試看 一會兒